上次答應過教大家在網上做課外活動報名 其實很簡單 首先登入eClass外聯網 輸入用戶名稱和密碼 之後就會來到首頁 右上角會出現學會報名的按鍵 按下去之後就會來到學會報名介面 每個學生可以按意願選擇四個學會 記住留意中一和中二的同學 可以在你希望最多參加的學會數目上 選擇希望獲派一個或者兩個學會 而中三以上的姐姐就只會獲派一個學會 因為你們可能會有校內功能組別需要服務 所以就不需要選擇了 然後就可以在選擇學會的位置 選擇參加的學會 像這個同學一樣 因為他之前參加羽毛球隊因選成功 所以就會在狀態上顯示以批下 之後我們可以選擇第二個學會 像這個同學就選擇了韓文班 按下面的連結就會見到學會的集合日期和時間 按下旁邊的放大鏡 就會顯示這個課外活動的詳盡資料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第三個學會 出現了時間衝突這個字樣 即是跟另一個學會的日期撞了 所以這位同學就要選擇另一個學會 選擇完想選的學會之後 就可以按下申請 按完之後的狀態就會出現後批狀態 那就完成申請了 報名會在9月23日夜晚11時55分截止 在這個日期之前 大家都可以進行修改 ECA Ambassador 將會在9月20日到23日五線時間 1時半至2時在電腦室當席 他們身上掛有ECA Ambassador 的牌 如果你們在申請課外活動時遇到問題 就可以找他們幫忙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